字幕志愿者 李主席 翻译 & 李主席 翻译 & 朱勞 翻译 & 张声 翻译 & 朱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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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这个上次的就是这个车子问题 这个车子的问题 就是我们上次介绍的这个同时性 就说你到相对论里面 两个frame如果一旦有相对运动的时候 同时性已经被破坏了 就没有办法说 在一个frame里面看到一个东西同时 在另外一个frame也看到它同时 这个问题就是这边有辆车 大家看看这边有辆车 它是在一个非常长的火车上面 然后地上有一个人 那非常长的火车上面 它的一个汽车以光速2分之c往前进 那你在这个长的火车里面 那个frame叫A 然后地上有一个frame叫B 他们两个来同时看 这是一个puzzle 这个puzzle就是说 今天假设刚好在这个车子上面 最中心的位置 有人把那个光源打开来 那光源打开来以后呢 这个event叫E0 然后这个E0呢 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就发生在这个 我今天呢 让ta的那个时间为0 就是这个地方 我就定那个时候时间为0 然后我也同时定tb为0 就是a跟b重合的时候 然后放出一道那个什么 以2分之c光速前进的话 那我们知道呢 sine beta呢 在相对来画这个位置的时候 是c分之v 所以是2分之1 所以你这个beta呢 是30度 30度角 那我们画这个 Rodio的这个diagram 就是Minkovsky Diagram里面的一个变形 我们这个来建构的话 就是为了让它的比例词 就是说这一个x轴 a轴跟b轴的时候 它每一公分代表多长呢 在这种diagram 它是一样的 它是一样的 它比如说这一公分代表 10的8次方公尺 一公分代表10的8次方公尺 所以在sa跟sb这样建构的diagram 它的比例词是一样的 那我们已经看到Minkovsky Space的时候 如果你今天 上次我们介绍了 你今天呢 如果是在一个 自己就不动坐标 这个直角坐标 来画 一个对你有相对数的时候 这边就会有一个角 这个tangent alpha角 tangent alpha角是一分之v 可是这个时候 那个比例词一公分代表 这边就不是了 它不是了 它不一样 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这一格代表多长的时候呢 这个平凡点 就是变成这一格 要代表多长 所以它有一个比例词的变化 那我们现在用这个diagram呢 它不会 它这个比例词是一样的 这个多长 这个就多长 对称 那同时呢 你这样画的话 就是我们两个的时间轴 会垂直对方的空间轴 会垂直对方的空间轴 是一个比较好的画法 那我们今天呢 来画这个墙壁 有 这边有E1 E2 两个事件 今天你呢 今天发射一道光 在这个E0 就是TA等于0的时候 那我们假设它在A座标 是在20公尺 然后呢 这个车子呢 整个长20公尺 刚好在中间 所以这边是10公尺 10公尺 所以它画出来是30跟10 30跟10 那这个蓝色线呢 就代表什么呢 就是代表这个 车子前方的 像这个 就是wall line or the front door 或者front car 就这个墙壁了 front end 这是它的wall line 因为什么对于A来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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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不变 这个wall line 它的位置永远不变 都是离 就是在这个位置 离 那个 我的参考座标 30公尺远 30公尺远 然后呢 这个是 back end 它永远是在10公尺 那中心点呢 对A里面这个人呢 它永远是20公尺的地方 所以呢 你画出来呢 无时无刻呢 这条线呢 总是挫垂直投影呢 就到这一个 30公尺 10公尺 或20公尺这一点 所以这个三条线呢 蓝线呢 代表 这个分别代表 wall line of end front end 跟back end 还有这个 light bulb 就是这个 光源 那你这样射出去 因为光以光束前进 光以光束前进 所以呢 从这里呢 光呢 以光束前进 它就会把 sbtb 这是 sbtb 这个条线 就平行这个 那个时间轴嘛 它就把这个 两个角 一分为二 它同时呢 也把这两个角 一分为二 因为它要量出 大家都是光束 所以你没有办法 这条光束的 光线的 这条光的wall line 就这条光的wall line 就会分别把 sbtb 走 sbtb走 一分为二 它也会把 sata 走 一分为二 那你剩下就是 简单的代数啊 这为什么选 30度的原因啊 30度这个就60度 60度 60度的话 就表示呢 这个角 对顶角 60度 这个角60度 那你一分为二 回去刚好30 30 弄了半天呢 这个变成简单的几何选 这是那个 这个想法是安心坦想出来 他这个人真了不起 白天那些抽象能力 看不出来 用这个东西把你画出来 你如果懂这个大爱管 你就懂相对论 30 然后呢 光呢 它不止往前跑 它还有往后跑 往后跑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条线 时间是往前的 我的时间轴是 这个方向 向右 所以往前 但是呢 它是往后退嘛 所以就是什么 就是往这个 你的 你的那个空间轴 就是相反方向嘛 就back嘛 所以就把这个角 一分为二 那这总共是180度嘛 这60 所以它就是6060 6060度 所以它会打到这里 那你把这个两个连起来的时候 投影到ta轴的时候 你发现呢 这刚好90度 这简单数学 你可以证明一下 这刚好90度 因为什么 因为 xb到这个 是90度 xb垂直对方的时间轴 所以这个90度 那你这30度 那我们两个 这两个空啊 这两个角是一样的 所以30 30 所以这个非得是 60不可 所以这个当然就90度了 90度 那现在你就要证明说什么 证明 这个30 我看啊 所以这个60 那只要证明这个角是 两个角一样 这个就120 120 就可以证明出来 所以你做平行线的时候 平行线的时候 这个平行线的时候 这个角 这个角刚刚好是一个 正三角形 所以这60度 这也60度 这也60度 这是个正三角形 所以你有几何方法去做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条线做出来 它会平行这个走 它会平行这个走 然后刚好90度 那代表什么 1万1兔是在什么 同时 所以呢 光过来的时候 它会同时打到 前面这一端 跟后面这一端 它会同时打到 那可是对于 对于B来说 它会看到什么 它会看到这个 1万呢 在这里 所以它看到这一段 长度比较短 它的时间就比较短 那这个时间会比较长 它会这样 所以它会看到什么 因为呢 对于B来说 这个车会往前动 光还是以同样速度前进 往前跟往后速度 对它来说是一样 它以-C往这边跑 以正-C往这边跑 可是我车子 我会往这边动 所以呢 它会看到什么 放到光会 先打到 1万 所以时间呢 比较短 再打到 1万2 再打到1万2 那这个 时间差呢 其实上是很容易算 很容易算 为什么呢 因为我知道 这个是10公尺 在A1 frame 这个是10公尺 那我光速是3乘10的8次方 所以10除上3乘10的8次方 就算出来呢 这个 这个正方是多少 就我这里没写了 因为 这用了小画家画的 实在是很不方便 那个画图软体实在是很够差的 那当然你如果会 一些美工的软体比较 要我们这个做图 都会有比较好的 那些绘图的方法 要你又快 然后又认你什么形状 然后什么标示 什么样的字母 都可以做 不是只有直线 弧啊什么什么都可以做 不像那小画家 画个圆都很痛苦 我想要画一个 而且你想要把它以为当做铅笔 随便画一个转折线 我做不到 手会抖 做不到 好 这个段时间就是cdatata 这个时间 但这个时间多长呢 你就是这个 你看 这个就是这个 就做这个补助线 90度嘛 做90度 做90度过了 做90度过来 做90度过来 或做90度过来 我在这个下面就帮你做一个简单计算 这ta就是什么 因为ta来说就是 它前后十公尺满走三乘十的八次方 你很快就算才 三点三乘十的负八次方 second 那tb呢 那个e1呢 e1对的是这个 e1是对的是这个 那我就是 就是这一点 从这e1画到这边 这个就刚好是什么 这三角形刚好是 正三角形 所以这个 从这点画到这边 刚好垂直是什么 垂直是这里 所以呢 你画的 那个 那个 0到1万之间 所需要的时间 就这个长 就是这个边的一半 边的一半 这么长 从这点 做垂直线到这个 就是它什么高 等于它的高嘛 然后你刚好呢 因为这是正三角形 你做到垂直线 就刚好把这个长度 那个分成两个 就这样 那你现在已经知道什么 知道这个长度 知道这边的长度 这边长度 所以你要几何方法呢 很快就可以算出来 那个什么 e1呢 需要多少时间 到达那个 从10到e1对b来说 就这个 ΔTb1 就是10 乘上tangent 30度 就后来就变成几何了 tangent 30度 我要算的就是这个 从这一 10这一点 到达这个 中 这个蓝线 跟这两个线之间 这个终点之间的距离 刚好是一半 那刚好呢 这垂出来 刚好是垂直了 因为这是正三角形 正三角形 所以我知道 下面这一段 多长了 那我又知道 这是正三角形 是这个长度 这跟这长度 跟这长度都一样 然后你看 就差一个什么 差到一个这个 这60度做垂直线的话 这个就是30度 很快就算完了 就本来算这些东西 就变成什么 变成很简单 很简单 那你由这个大爱管 做出来呢 就跟你所看 该看到的现象 是吻合的 你就可以知道 它会先达到E1 再达到E2 那你不画这个大爱管 你平常画那些直角 说不要系 你写不出这个现象 写不出这个现象 这个呢 我们就知道 对于A frame 光是同时达到 对于B frame 它先达到E1 跟再达到E2 所以这件事告诉你 我同时性已经没有了 在A跟B两个frame 一旦有相对速度的时候 没有同时性这个概念 它的事件就是什么 光会打上前面这个and 也会打到后面这个and 打到是事件 发生了 所以两个作标系 都看到同样发生的事情 可是呢 它们会对什么 发生的时间 在两个作标系 会有不同看法 不同看法 那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它就觉得 B会觉得 先达到E1 再达到E2 先达到E1 再达到E2 它们E1 E2呢 你依照这个几何大爱管 就可以算出来 是多少 我在下面 其实同学可以回家自己看一看 然后拿个笔 看看会印出来 噗噗噗噗噗 划一划 就算出呢 在 那个 Bframe的时候看到 E1跟E2呢 有个时间差 但A呢 在Aframe呢 它不会 好 这样呢 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是有关于同时性 那除了同时性之外呢 还有一个叫做 那个时间持日的效应 我画到这边 这个时间持日效应呢 我们 我这边把它 就想象 想象的辆车子 A在这儿 我们两个人在做观察 观察什么 观察这个 C这个人 C这个人 那B在这边 那你有一个Valested B 上次我们讲过 前进 那我们讲的就是 上次用这个吃饭的例子 它在某一个时间 那个C开始吃饭 因为C对A不动 所以我在这个图上 A B AB A往对B 往前走 所以你要画在左边 那你在这个 Rodio Diagon告诉你呢 你的时间 跟对方的空间 会垂直 那你的时间 跟对方的空间 会垂直 这样画出来的话 这个呢 蓝色这条线呢 它就是Wall line of A clock 就是对于C来说 它不动嘛 它永远对它的位置 都固定在某一个长度 所以呢 你这个蓝色线 投影到SA轴 你看到 它在任何事件 发生在这上面 E1 它开始吃饭 E2呢 它吃完了 所以这个Wall line 会垂直 SA轴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 它不动 对吧 所以它这个就是 Wall line of A clock 也就是Wall line of C Wall line of C 那我在这边呢 画了两个 就是我现在要怎么样呢 我现在开始 我这个C开始吃饭的时候 我在这个地面上 会有很多很多的钟 沿着什么 因为我是一围的 沿着条线呢 一直放着 所以呢 C开始吃饭 它低头看它自己的时候 是几点 它也可以 这透明的 它会看到 B坐标 那个clock的读值 那因为这个clock 永远对 B来说 大家都固定在一个位置 所以 我在这边画了两条Wall line 这是第一个clock的Wall line 跟第二个clock的Wall line 所以它C开始吃饭的时候 E1呢 它开始拿起筷子 那个时间 这个Wall line 好 那我就先开始 到它吃完了 到达这一点 到达这一点 开始读 所以它自己对自己 当然就是 我都是同样的那个钟 对不对 可是呢 我低头上看的时候 我E1开始低头呢 读的是什么 读的是 SB的距离 对不对 所以它读的是什么 比如说开始吃饭 它读的是这个钟 那过了几分钟以后 它过了 比如说 20分钟以后 这个一开始 E1 车子开始跑 跑的时候呢 等它吃完了 低头一看呢 看到是什么 看到是这个钟 这两个钟是不一样的 知道吗 这个两个钟 不同 但是呢 当初彼此都校正好 我那个钟没有坏 这同一种材料 那个电子钟 没有坏 所以呢 我在这里呢 就得到 好 那我 E1 E2 对于A来说 就是在那个车子上的人 他吃多久 那很简单 我就是 E1 对这个A做投影 TA走 那E2对 这个做投影 这个长度 这是90度 90度 这就直角三角形 所以呢 cdata TA就是这一段 就是这一段 我刚才打蓝色的这两个地方 cdata 就是这一段 那对B怎么办呢 你投影下来 投影下来 你在这边呢 得到一个时间点 在TB1 在这里 那TB2呢 在这里 这两个之间呢 虽然是两个不同钟读的 那我现在觉得说 这个时候 时间差是多少呢 就时间差就是 乘上光数 cdata 就是这一段 就这一段 那你可以看出来 那这是我BETA 这是BETA 这是BETA的话 这个就是 那个90度减BETA 那这就是BETA 那一错角 所以这个角就是BETA角 BETA角就是这里 那一个要走的 时间长度乘上光数 是这么长 那一个呢 走的是多少 这么长 那我这 BETA角就是这个角 所以中间差了一个什么 cosinβ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很简单地 算出来 这个cdataA 跟cdataTB 差在一个cosinβ 那那个长度 你现在用几何 眼睛一目了然 眼睛一目了然 dataA在这里 dataTB在这里 所以这个是斜边 90度 这个乘上 cosinβ 等于这个长度 所以cta呢 看起来就会什么 比较短 cdataTB 算出来 cdataTB乘cosinβ 那cosin一定小于1 那beta 随便你怎么设了 你也可以设 那个velocity是0.95c 上次我们算过 那样的话呢 你这个时间辞职这个factor呢 差不多 是factor of 3 差不多 那下面是什么 下面是一个visual的一个结果 今天呢 我们呢 a跟b呢 都在 0的时候 0秒的时候 校正好了 所以呢 这个键号呢 就想像是时钟 b cloud a cloud 我们就校正 这是0秒 好 0秒 然后呢 a呢 他所在的位置呢 这个校正好 那个a所在位 那个 那个吃饭那个人 差不多是100乘上10的8 有点夸张啦 那个公尺 这么远 好 然后呢 经过 a经过那个什么 7.5秒的时候 他就低下头来看 他那个地上 那个地上的排满了 这是一围的 都是钟 他低头一看 看他底下那个钟是多少 因为他的位置对 那个sa 他永远是这么长 你看这个 他c对a永远 等句啊 所以他的那个什么 无论任何时候 他读的值都一样 对a来说 对不对 那对b来说 他当然不能 因为我车跑了 我车跑了 所以我在不同的时间 去读他的时候 那个距离会什么 随时间而增加的 那我现在没有写距离 我就专门看这个时间好了 我的时间呢 tea呢 0秒 我们教证好 0秒 那我7.5秒的时候 那这边会是多少呢 其实你就自己算一下 其实你可以用 Lawent存在方形算 也可以 要不然用刚才那个方式 他的时间就会有什么 就会有一个cosβ的关系 cosβ的关系 那这次呢 我选的是 0.866光数 0.866 算出来了 刚好差一半 cosβ是1 2分之1 所以那个角度是 60度角 那个β角是 60度角 所以呢 当他读 7.5秒的时候呢 对于b来说 他的值是15秒 当他读到15秒的时候 底下看那个钟的时候 30秒 当他22.5秒的时候 45秒 45秒 所以我们两个时间呢 不一样 不一样 不再是永远不变 就是我们两个时间 已经不同了 这个现在这样的发现呢 我们就叫做 time dilation 就是说 在运动的 在运动的那个 对他有一个相对速度 velocity的 这个train里面的clock 他走的比较什么 他走的会比较慢 当他走15秒的时候 我才走7.5秒 7.5秒 所以得到一个 时间持质现象 他会跑的比较慢 跑的比较慢 所以这个东西 出来的时候呢 那就有一个 puzzle puzzle 这个puzzle呢 我会把它写在下面 同学可以回家看 这你就会把它想清楚啊 你就懂了 这没有什么 高深的数学 我现在 change the chosen frame 我把我的那个frame改 我今天呢 对于 b来说 或对于a来说 b是什么 以-v速度 向我跑 那么我想要看到 在b上 假设有一个 这边呢 有一个d的人 他也在吃饭 那么 我在bframe看到 他吃饭需要的时间 换到aframe 会是多少呢 会是多少 对不对 我那想要 找出这个结果 可是呢 我一样可以 把这个diagram 再画一次 现在呢 对于什么 b来说 他有一个d 这个人 对我是等句 所以我这时候 要画这个b的 我 离我 这个地方 也读他的walline 然后我要在 a上面去读 他吃饭 花了多少时间 我依照 一样 把这个diagram 重新画一件 变 sa在这 sb在这 只是呢 吃饭这个人 本来是画蓝色线在这里 现在蓝色线要垂直于 我自己的那个空间轴 就是说任何时间 这个d b 离b都是等句 然后我来用a来看 这样的结果会是怎么样呢 对于这个数学来说 这结果应该是一样 那个时候你如果是 在bframe不动的时候 看到这个d不动的时候 你得到的结果就应该是 cdata tb 所以你得到的结果 对于这个来说 它会变成cdata tb 应该等于cdata ta乘上cos beta 但是呢 差点在哪里呢 这个beta 要等于oxide c分之负v 因为什么 因为它对于b对a 它的方向是负v的 负x方向 所以负c分之v 可是你cos对什么 对正负是一样的值 所以你这时候就得到一个结果 cdata tb呢 它就会小于cdata ta 不过你如果有对称概念的话 你也知道 这必然是这样 对于a来说 a不动嘛 你有负v速度向我往前跑 所以你对我来说 你的车子呢 是在动的 所以呢 我就觉得说 你的时间呢 你的clock呢 怎么跑得会比较慢 所以它的时间持质现象 对于a来看b来说 他也会觉得他的时间呢 跑得比较慢 然后跑到你了 就互相呢 都遇到这样的状况 都觉得什么 都觉得对方时间 对方的clock呢 跑得比较慢 所以那也是刚开始的 第一个相对论造成的puzzle 就是说 那怎么可能 a觉得b跑得比较慢 那b觉得a呢 他的clock跑得比较慢 那到底是谁是对的 会不会有所矛盾呢 这是第一个puzzle 所以我再去写 tie dilation seems to lead a contradictory result 后面解释一堆 你自己看 那我告诉你为什么 这个问题在哪里呢 都认为你是看 他其实 这个问题在这里 你看 e1 e2 对a来说 都是什么 同一个中读的 同一个中读的 我不管怎么样 那个c这个人 或a这个人 我都是拿我的表 看他吃饭的时间 所以是同一个表 可是 对b来说 第一次读指 我对下来的时候 那个什么 我的位置在这 所以我读的是 第一个clock 然后呢 后来呢 他吃完饭的时候 这个车子往前动 跑到这里来 对b来 位置变了 他读的是什么 另外一个clock 所以呢 变成了 这两个读子 是用两个不同的中读出来的 然后两个相减 得到什么 吃饭的时间差 两个相减得到 吃饭的时间差 可是问题来了 同时信已经不见了 所以你第一次 e1的时候 你读到那个中的读值 对于在遥远的那个地方 那个东西 读的读值 它是同一个值吗 它不是啊 它没有 你看啊 今天 我今天对于 xa来说 我 那个 假设好了 我今天呢 因为我是同一个表 时间一滴滴滴在走 同一个表 反正读 这次读多少 下次读多少 这两个差 是同一个表 这是我应该有的时间差 可是这个地方呢 你用两个不同的表来读 两个不同的表来读 可是这两个不同的表 距离不一样 在不同所在 所以当初我们知道呢 在不同所在的时候 我今天呢 比如说 ta ta 这样好了 ta 在这个 sb轴上的 任何事件发生 对 在这个 上面呢 对于ta都是同时发生的 你看啊 这因为在垂直嘛 所以对这一点 每一个点 事件发生在这边 都是同时 都是同时 ta同时 可是呢 对于tb呢 都不同时 所以 同时间发生的事情 你看 这个地方 对a座 clock来说 都是同时 这个轴上 可是对于b呢 越近的时间 什么 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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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就是那个 c得下 t 越 越短 所以每一个点发生呢 都不是 不是同时的 因此呢 我今天读 e1 读到这里 那我读到的tb1 是在这里 可是这时候 他开始拿筷子 另外一个钟 在哪里 在这边呢 t e2 在这里 对不对 你投影下来 这个e2呢 跟e1 就是e2的这个clock呢 这条clock呢 在你t1 开始吃饭的时候 这个钟 跟这个钟呢 它两个独自不同 对于a来说 它不一样 所以已经没有什么 没有同时性 这个概念 对同时性 我同样到时候 我要去读 第一这个人吃饭 我也遇到问题 我要读 第一的 一个人吃饭的时候 因为b跟d相对 位置不一样 所以我每次读 都是同一个clock 可是对a来看 a动了 所以他看到什么 b往什么 b这个frame的人 大家是往 负v速度相间跑 所以我要读d 拿起筷子 跟放下筷子 这段时间 要用两个不同clock 那我这两个clock 因为位置不同 所以当我看到 这个第一个clock 是第15分 它开始吃的时候 这个东西指的 可不是15分 所以simultianity 没有了 没有了 就没有同时性 这个概念 所以这个就不是puzzle 对来说 它不是真的说 你看我 它依照对称性 你也只好说 我觉得你跑得比较慢 你的时间run得比较慢 那我也会觉得 我的时间run得比较慢 它是都成立的 可是呢 因为我读的clock不同 我simultianity被破坏了 我没有办法 由这个而决定说 你的时间一定跑得比较慢 你也不能说 我的时间一定跑得比较慢 我们两个clock 读值不同 除非有一天 A的那个时钟 B的时钟 你让这个东西呢 这个A这个人跑出去 绕一圈再回来 让他两个相见以后 我们两个当初 在00的时候对的表 两个对起来 这个时候就知道 谁的时间有变化 这样子知道吗 我现在呢 因为是两个不同clock 对不对 simultianity被破坏了 今天我想要知道 到底谁的时间走得 那个比较慢呢 什么 我怎么办 我要把同样 今天我们两个 假设两个见面 这个clock都是指00 好你飞出去 你有一天再转回来 你拿你的clock 我拿我的clock 转回来 跟我相见 在同一点相见 我们两个clock 拿出来一对 我们就可以知道 谁 那个时间是不是真的有变化 真的有变化 那我们下一个exercise 就做这个 我做了一些assumption 因为这个 你飞出去 再飞回来 多了一个加速过程 加减速过程 那个加减速是广义相对论 我没有办法在课板上介绍 那个复杂了 它加减速 那个东西复杂了 所以我们下个exercise 这个可以收了 下个exercise我们来看一看 我如果做加减速的时候 那会发生什么事情 好 现在呢 我就让一对双胞胎姐妹 姐姐出去做旅行去了 出去旅行 然后呢 这地球 这姐姐飞出去 小一点 这姐姐飞出去 这火箭 它会 它刚开始 它因为它飞出 它要加速 加速 然后飞一个journey 这个journey很长很长 长到一个地步呢 这个加速所需的时间 对它来比太小 算了 就忽略不计 这个简单 用这个方式 好 再讲一遍了 我让这个姐姐 这个sister older sister 做一个太空船飞出去 飞出去 飞出去 那这个是older sister 然后它是twin 所以飞出去两个呢 假设二十岁 二十岁 那个姐姐坐太空船出去 行进旅行 然后呢 到某一个地方 它开始什么 减速 然后停了 再飞回来 到地球 然后姐妹两个相见 然后过这个过程 那我现在assumption 这个journey很长 所以花的时间很久 因此呢 在这边有一个加速过程 需要一段时间 那个时间跟这个 漫长的这个旅程比起来 忽略不计 太小了 好 这我目的 好 所以这个加减速过程呢 我忽略它 我要看到 回来的时候 姐姐跟妹妹 仍然同睡吗 好 你们大家猜 他们两个年纪会一样吗 认为会一样举手 不会一样举手 哪一个比较老啊 为什么 那太厉害了 这样就看得出来 好 因为这个期末考案 还要准备啊 这个相对论 那个你想不通的话 你就 我就不知道怎么作答了 这个没有很难啊 这都几何三角而已 所以我们现在怎么 开始算 我忽略什么 忽略加速过程 原因是因为 这个旅程很久 很久 所以加减速过程 时间呢 相对来说 跟它比起来 微不足道 不算那个也没差多少了 就这个意思 不过这是 assumption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把这个puzzle解决了 那它再讲另外一个puzzle 另外一个就是让人家困惑的东西 我一样呢 开始飞啊 所以我所有的 那个姐姐在的这个frame 我们叫A 好 在地球上那里 我现在画 好 休息一下 我画完这个 还需要按时间 松阶 中文字幕志愿者 和声音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描写 中文字幕志愿者